- 风水的学问 - 风水真的重要的事情 - 让大家做得很舒服 - 让大家可以在里面过得很开心 - 让大家可以在里面过得很开心 - 你有很舒服的心情 - 你睡得很好 - 自然你运气就会好了 - 它并不是什么很玄妙的东西 - 跟我们在谈命学也是一样 - 所有的学问一定是 - 有科学跟逻辑的 - 风水呢 - 身为一个在讨论人跟居住环境的一个学问 - 它当然在谈的就是 - 必须要知道说 - 你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- 才能够去判断 - 这个环境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- 风水学很喜欢用一些 - 看起来好像专业也好 - 或是你说它看起来好像是 - 比较厉害一点也好 - 这样的术语来让你觉得 - 这是一门比较高深的学问 - 所以呢在风水学上面呢 - 它对于方位 - 它就会告诉你说 - 前面的方位叫朱雀 - 后面的方位叫玄武 - 左边的方位叫青龙 - 右边的方位叫白虎 - 用这样子呢 - 来去分辨你的前后左右 - 它在讨论你居住的环境 - 你生活的环境的时候 - 当然就要知道说 - 你所在的环境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 - 它就会因此而来影响你 - 玄武位在人的背后 - 它代表人的安全感 - 你的背后要有一个靠山 - 你才会觉得说 - 你是有安全感的 - 我们去想象说 - 你在客厅里面 - 一个希望有安全感的人 - 它会喜欢靠着墙去坐 - 它不会希望自己的背后面是空空的 - 如果这个人 - 它平常就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 - 朱雀卫是你的前方 - 前方会代表你看出去的世界 - 你看出去的世界 - 如果混乱杂乱跟充满了你害怕的人 - 譬如说你的岳母在你的前面 - 你当然就会觉得你的前途是堪忧的 - 左边呢 - 会代表理性 - 右边会代表干性 - 心理学上会谈到说 - 如果有一个人 - 她习惯站在边的左边 - 这个表示说 - 这个人呢 - 她就会是一个比较理性思考的人 - 也是会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 - 为什么 - 因为心脏在你的左边 - 所以你不愿意让你的心脏靠别人太近 - 古人他会把左边呢 - 当成是一个比较重要 - 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- 所以左边会代表了 - 官运 - 理性 - 男性 - 因为古代是重男轻女的嘛 - 左边呢 - 靠了心脏 - 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- 右边呢 - 实际上呢 - 我们生活中除了左撇子之外 - 大部分的人呢 - 都是靠右手在做事 - 右手实际上是实际执行 - 我们感情跟感触的延伸 - 我爱你 - 我会想要用右手去牵你 - 我会想要打你 - 我会想要用右手去打你 - 所以右手是白虎位 - 一般也就会认为它会是什么 - 业务 - 或是情感 - 女人 - 因为女人 - 往往是比较不理性的 - 当然这是古文的看法 - 这四个方位呢 - 基本上啊 - 是依照人的生活习惯 - 跟你的心理情绪 - 而被设定出来 - 然后我们再来看说 - 外界的环境 - 会透过你这个方位上面 - 来怎么去影响你的心理情绪 - 影响你的心理 - 而心理影响生理 - 而造成你的运势去做更动 - 这个是这四个方位基本的由来 - 那也是这四个方位其实在风水学中 -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- 当然古人呢 - 他就会去用了 - 前方是朱雀 - 也是一只凤凰鸟 - 表达你在往前方的一个想望 - 背后呢 - 是一只龙龟乌龟 - 所谓的玄武卫 - 觉得这个是长寿 - 有靠山稳定 - 左边呢是青龙卫 - 表示说呢 - 这是飞龙在天嘛 - 代表男生 - 右边是白虎卫 - 是比较冲动的感性的 -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去代表 - 当然真实的情况 - 四个形象所租称 - 当然这个其实可以不用去考究他 - 问题来了 - 基本上风水学他会指的是说 - 如果是樱宅坟墓的墓碑 - 墓碑的字对出去的那个地方 - 那个就是朱雀卫 - 你的前方 - 坟墓墓碑的前方 - 如果是家宅呢 - 他通常指的是大门打开的前方 - 就是朱雀卫 - 就是你这个房子的前方 - 逻辑上是如此 - 可是实际上呢 - 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- 他的居家门打开 - 那是对面的人的门 - 或是居家门打开 - 那是电梯的门 - 因为你住在公寓里面 - 你的门打开之后呢 - 你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 - 那是不是现在所有住在公寓的人呢 - 前方都没有前途呢 - 是不是这样子看呢 -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- 我们在谈风水谈的这个方位指的是 - 我在这个空间中间 - 我能够跟外界沟通 - 跟外界对我彼此之间互动影响的主要的来源 - 单纯就住宅来讲 - 你觉得你对外最大的沟通的管道 - 会是那个你们家的大门吗 - 往往是你们家客厅的阳台 - 就在客厅里面 - 然后看着阳台外面的风景 - 你会知道现在外面是刮风下雨 - 是日出还是日落 - 所以实际上呢 - 你如果在你的居家里面呢 - 真正的朱雀位 - 其实指的是你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- 对外最大的那个洞 - 那你说老师 - 那个我们家客厅两面枪 - 刚好有两面很大的洞 - 那到底哪一面才算 - 这件事情呢 - 我们有机会啊 - 可以再跟大家做详细的分析 - 那有了朱雀位 - 人看着朱雀位往外的时候 - 左手边是青龙位 - 右手边是白虎位 - 后面是玄武位 - 这样子你就可以定出来 - 你家真正的四个方位 - 那这边的方位要跟大家提醒啊 - 不是一般我们所听到的什么 - 坐北朝南啊 - 坐东朝西啊 - 不是这件事情 - 实际上风水啊 - 真正在讨论的方位啊 - 其实是这个前后左右 - 这个四个方位 - 这个四个方位呢 - 才是对于一个人 - 他真正有所影响 - 就像刚刚所说的 - 风水学是环境对于人的心理 - 以及生理的影响 - 导致你的运势不通 - 环境如何去影响人的生理跟心理 - 那就要看人对自己环境 - 心理跟生理的感受度 - 这个前后左右 - 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- 才是风水学上面 - 真正非常非常在乎的方位学 - 再来有人会问说 - 老师 - 可是我们家是住在那个小区里面 - 是住在社区里面 - 我是不是还要考虑到 - 我们家大楼的位置 - 跟我们家社区的位置呢 - 其实是没有错的 - 原则上呢 - 就一个单位房来讲啊 - 你看的是这个空间里面最大队出去的洞 - 可是对一整栋楼所有的人来讲 - 它在进出的时候 - 靠台是这一整栋楼的大门 - 那对一个小区或一个社区的人来讲呢 - 它进出的是那个社区的那个门 - 所以呢 - 从一个大的社区 - 它会有属于自己的租屈位 - 一栋楼会有自己的租屈位 - 而你们家属于你们家单独也会有自己的租屈位 -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- 那这样不是很复杂吗 - 那个我如果在住在一个社区里面我会有三个租屈位在彼此影响 - 没有错 - 这个当然就是在高端的那个风水学上面 - 比较需要细腻的判断 - 为什么很多人啊 - 他们在做布局 - 或是在做看风水的时候 - 其实摆出来的东西很奇怪 - 明明拔去也不会有效果 - 其实就是因为它基本这个判断它就错误了 - 有机会呢 - 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聊聊 - 如何去分辨这三种 - 从你个人的到建筑物的到大环境的整个这个方位啊 - 比时间怎么影响 - 但是呢 - 今天至少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- 哦原来我们家真正的租屈位不是那个大门 - 是我们家客厅阳台望出去的地方 - 我就可以知道说 - 哦我们家前方有什么东西 - 这个傻子会影响我 - 可以有这样基本的概念 - 好 谢谢大家 - 我们的频道呢 - 开到目前为止啊 - 我们常会碰到很多的网友 - 问很多的问题 - 今年开始呢 - 打算开一个节目啊 - 叫做啊 - 大根信箱 - 你有什么问题 - 除了叫我帮你算命之外 - 不管在命理的学习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- 或者是人生的议题上有不明白的地方 - 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官网啊 - 还有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- 或者是这支影片下面呢 - 留言给我们 - 我们会定期的整理出大根信箱专门的影片 -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-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得到解答 - 终于解答应pla - 这支影片下面带我开始订阅 ganska - 终于解答应了 - 终于解答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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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